太平洋煤電公司PG&E提醒用戶 職員詐騙增加 太平洋煤電公司PG&E提醒用戶 曝稅季冒充PG&E員工的詐騙案增加 网站Sierra News Online的一篇文章指出 詐騙者通常以那些容易受影響的人為目標 他们对电力和煤气中断很担心 受害者通常是长者 低收入家庭 母语非英文的人士和小商业主 2021年PG&E收到超过11,000宗 减冒他们雇员的报告 用户被骗走接近60万元 媒体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有很多人没有报案 诈骗者惯用的手法包括威胁中断服务 他们很积极地要求受害者 立刻缴纳被指过期的账单 要求马上付款 诈骗者会指导受害人购买预付卡 然后打电话来假装要他们付款 回购或者回赠退款 诈骗者会仿清电力公司或者设施公司收多了费用 撑了你的退款 而你可以有回购 当局提醒民众不要去购买预先付款卡 去避免服务中断 如果有诈骗者打电话来 要协即可取消服务 应该立即急线 PG&E欠款用户 会先收到中断服务的预告 通常会是邮寄 并且会附上平时的账单 PG&E在疫情期间 帮助了经济上受影响的人士 暂停对未能付款的住宅用户 采取中断服务措施 PG&E自动将住宅和小商业用户 立为协助计划 欠款60日或以上 会有延期付款的安排 目前有些诈骗者 盗用了来电显示800字头的电话号码 令群众以为是PG&E来电 如果对自称是PG&E的致电者有怀疑 请致电PG&E通报 电话是800-734-5000 如果认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请即刻抹打911报警 天下卫视记者 编辑报道